好的,各位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又开始上课了 今天我们要学的还是强化课程的毛宗特的部分 那么这堂课呢,我要为大家讲解的是第43课叫新时代的总任务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上次课当中 我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了两个概念 第一个叫新时代,第二个叫新思想 我们系统都阐述了什么叫新时代 我们进入了新时代,它意味着什么 什么又叫新思想 新思想讲了些什么,有什么样的内容 而我们这堂课呢,将进一步学习 我们进入了新时代以后,我们要做些什么 也就是总任务的问题了 与我们这次课的内容相对应的 是核心考案增补小册,也就是这本小书 专题五当中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请大家翻到专题五 你先简单的浏览一下专题五 你会发现,它的内容不是太多 只有四五页纸的样子 但是它的重要性程度很高 几乎整个专题五全部都是重点选择提考点 它里面涵盖的知识非常新 都是一些最新的提法和观点 只不过它的命题形式比较单一 一般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 好,同学们 我们搞清楚了这个基本的课程逻辑之后 紧接地往下,我们来看知识点 这节课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真补小册的考点二十一 重点选择提考点 整个这节课的大标题叫新时代的总任务 那总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段话就明确地给出答案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 来了 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分两步走在二十一世纪中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而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 这段话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这段话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学那个八个明确新思想八个明确的时候 第一个明确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里又回顾一遍 只不过这一章我们将把这段话展得更开 后面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段话 一一去展开的 好,我们往下走 考点二十二 重点选择题考点 核心词中国梦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 中国梦其实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 我们有什么梦 我们就是有复兴的梦 那接下来学什么呢 围绕着中国梦学两个东西 一,它是什么 第二,我们要怎么做 怎么做才能实现中国梦 先来看中国梦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梦的本质 其实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内涵 内涵 中国梦的本质或者叫内涵是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怎样就叫复兴了呢 国家富强了 民族振兴了 人民幸福了 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 我前面跟大家说过 但凡是这种三个三个一组出现的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拆开来 戴帽子啊 好,我们来看下面它怎么戴帽子的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人民幸福的 哎,帽子来了 基础和保障继续往下走 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已经证明 民族要是不独立 国家要是不富强 人民的生存都得不到保证 更谈不上幸福 而人民幸福又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 哎,帽子又来了 提忠之意和必然要求 民为帮本 本顾帮营 国家的富强 民族的振兴 都要以人民的权利得到保障 利益得到实现 幸福得到满足为条件 第三,还有 人民幸福 它还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 来了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你看看 上这课 我不记得是上这课还是上上这课 总之前面的课程当中 我给大家整理过 一般出发点 落脚点 出发点 落脚点 根本目的 归宿 这一类帽子 它一般的答案都要跟人有关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应该画个圈 画个圈就变成了一个囚徒的囚字 它一般跟人有关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呢 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这三者当中 如果出道题 要你选谁是出发点 那还要想吗 那肯定得选 人民幸福 因为只有这个跟人有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同学们 那么关于这个内涵本质 我们就讲完了 总结一下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和保障 人民幸福 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 提中之意和必然要求 人民幸福 还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OK搞定了 本质 我们学完了 往下走 怎么怎么做 怎么实现 重点选择去考点 考点23 如果说考点22 讲的是什么 考点23 讲的就是 怎么做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做 接下来要怎么做 才能够实现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呢 我们要这样做 必须走中国道路 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这一二三 这就是怎么做 做到这三点 我们就能实现 伟大复兴 那什么叫中国道路呢 展开解释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又叫中国精神呢 这个我们在私修法纪当中学过的 中国有什么精神 中国两个精神 一个叫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主精神 和一个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这就是中国精神 我们要凝聚它 弘扬它 第三 什么又叫中国力量呢 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把这种力量凝聚起来 有了道路 有了精神 有了力量 我们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当然了 这个每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啊 有些善于思考的同学会提出一些问题 我印象非常深 有些问题提得非常的好 曾经有个同学这么问我 他说老师 别人问我 怎么做才能实现中国梦 结果我回答 我们要走中国道路 我们要弘扬中国精神 我们要凝聚中国力量 我感觉说的跟没说完的 就是说完了之后 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实现中国梦啊 就是我感觉我没有再回答这个问题啊 同学们 这就对了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种感觉 请认真听我讲 我下面的话很重要 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也不是在讲段子 这是我们答分析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思路 认真听我讲 当你们坐在考场上的时候 拿到政治试卷的那一刻 请记住 你就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我们试卷上每道题目问你 这个这个这个应该怎么做 这个这个这个应该怎么办 他从来都不是真的在问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而是问如果你是习总书记 如果你是李克强总理 你是党和国家的元首 你要怎么办 能听明白我意思没有 所以我们任何时候答一个问题该怎么办 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答 而要站在领袖国家领导人的角度去答 而领导人在回答怎么做这种问题上 一般就不会讲的太具体 不会讲的太通俗太low 他一般都会很高 高屋见领 讲那种很抽象的那种 就讲了跟没讲样的那种 讲完了之后感觉别人还是不知道怎么做那种 那就对了听明白我意思没有 你要是问习总书记 你说习总书记 我们这个2050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啊 他肯定不会叫你 今天去把这几块地给淘了 明天把这几个房子给盖了 他不会说这个话的 他一般就是那种非常高的那种感觉 我们要走中国道路 我们要弘扬中国精神 我们要凝聚中国力量 怎么凝聚你自己去做 怎么走这个道路 我们自己去摸索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这就是领袖 领袖一般都是讲那种原则性 框架性 非常高非常抽象那种 反正听完了之后还是不知道怎么做 这就对了 这就是领袖的感觉 听明白我意思没有 你要学会的这种思路 你就是领袖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曾经有道这样的题 一道考题 他说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当中 今天呢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例如呢 药品价格过高 医患冲突严重 巴拉巴拉整等等 一个诊断材料 给你列举了很多 我国医疗领域当中存在的问题 最后提问他问 请问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怎么去改善 改革我们医疗卫生领域当中的 解决这么一些问题 他问你 结果我们有好多 好多同学啊 坐在考场上 拍的脑袋就在写 医疗领域有问题 那我们应该 首先第一 多给医生 医生发点工资 我们要提高医生的待遇 第二呢 我们要加强药品的监管 然后呢 要把药的价格降下来 第三呢 我们应该多拨点钱 到这个地方啊 多盖几个医院 同学们 太low了 你什么时候听过人家习近平总书记说 要在这里盖个医院吗 要在 要给医生多发点工资这种话吗 这不可能 是不是意思啊 一个县委书记 可能都不会说这种话 市委书记 省委书记 都不会做这种话 听明白 何况是总书记 国家领导人 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你要是问领导人 领导人应该怎么说啊 你问我医疗卫生领域当中存在很多问题怎么办 对吧 我告诉你怎么办 首先第一啊 我们要加强党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指导领导 第二呢 我们要加强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 怎么改 你去想啊 还要我来告诉你吗 对不对 如果还要我来告诉你 那你干嘛吃的 听明白 我意思没有 是领袖一般都是这种 你又问领袖 那我国教育领域当中又存在很多问题怎么办呢 领袖又告诉你 我们首先啊 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第二呢 我们要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怎么坚持 你琢磨啊 听明白我意思没有 第三呢 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的改革 永远都是那种 反正说完了之后 感觉还不知道怎么做 这就是对的 听明白我意思没有 就这么个意思 好 这个我说完了啊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深刻的理解我的意思 这个很重要 就从来在试卷上都不是在写自己的想法 是你在考政治 你就要写我们国家站在最高的角度 我们怎么去设计中国的事情 要突然啊 好不容易有一会当领袖 就是你考研 坐在考研政治考场上 考场上的时候 好 我再回答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 他说老师 如果真的有道题 他问我怎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他问我怎么实现中国梦 结果呢 我听了你的 我也站在领袖的高度 我把这个一二三一写 你看 我写完了之后 我发现字数不够 人家问我怎么实现中国梦 空了那么大一片的空白纸 结果我就写了这一二三 丢在那里 感觉连三分之一的位置都没有写到 后面还有好多空白纸 字数不够 写这几排不够怎么办呢 同学们 往下编啊 听懂了意思没有 围绕这个词语往下编 围绕它展开啊 听懂了意思吗 有时候老师我不会展开 不会展开就想办法 用你曾经背过的别的文字 去填去补充 我举个例子 你上节课是不是背过十四大方略啊 十四大基本方略啊 对不对 未来我们进一步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大方略 要坚持党的领导 要坚持一支什么军队 要坚持什么什么外交理念 要坚持这个那的 是不是背过啊 你曾经背过十四大方略 好 现在人家问你 中国梦应该怎么做 你把它一二三写完了 发现不够 字数不够 你把这十四大方略往这里填 行不行 一点毛病都没有 听懂了我的意思没有 请注意 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 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们的同学啊 这个学习不努力不刻苦 因为我说实说实话 这么多年 接触了很多考研的考生 考研的考生 学习欲望还是很强的 因为目标是非常清晰的 我就担心你踏踏实实的背了 踏踏实实的学了 不懂得灵活运用 就是答案永远就是那一些 该背的永远就是那几段 但题目是千变万化的 并且可以这些答案互相凑在一起 组合整理 形成新的答案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要会灵活运用 你就无敌了 请记住我的话啊 好 不多说了 我就说到这为止 这是实现中国梦怎么做 后面还有一段总结性的话 也是十九大的新提法 实现伟大梦想 我们必须要进行伟大斗争 要建设伟大工程 要推进伟大事业 所谓的伟大斗争 就是新时代的一些国内国外的主要矛盾 我们要继续斗争 所谓的伟大工程 就是党建的伟大工程 要进一步推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所谓的伟大事业 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我们要实现梦想 要推动这三个伟大 这三个伟大加上伟大梦想 那一共是四个伟大 只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努力通行 不懈追求 接力奋斗 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 行了 这是关于中国梦怎么做 我们差不多就谈到这里为止了 所以不要局限于黑板上的这些答案 黑板上这些答案肯定是得分的 但是问题是还可以扩充 往下走 考点24 重点选择题考点 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增城 2050 当时邓小平说 江泽民说 胡锦涛说 他们都说 2050我们是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了习近平 这个说法改了 2050我们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请注意这个说法 好我们往下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就是建党一百年的时候建成全面小康 建国一百年的时候 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主要是当时邓小平江泽民体的 听明白我意思是没有 所以这里采用的还是基本这个词语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都是 因为两个一百年不是习近平体的 是当时邓小平他就体了 因此这段话采用的还是邓小平的说法 你在考场上直接写两个一百年 是这么一段说法 一点问题都不会有毛病的 阅卷老师不会去挑你这个毛病 说你这个不是写错了 有新说法 你怎么还用老说法 因为两个一百年 它就是老说法 就是当年提的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好 继续往下走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 又趁势而上 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增程 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 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我记得在上这课的时候 我们提过这个指示点 大三部是十年一部 小三部也是十年一部 小三部的第三部 习总书记又把它分为了两部 言下之意就是说 从2020全面小康开始 到2050现代化强国为止 中间这三十年又被分为了两部 这两部是以2035为分界线的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往下走 第一部就是从2020到2035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奋斗15年 它是15年一部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也就是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件事情被提前了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在邓小平江泽民时期都是要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但是到了习近平时期这个被提前了 2035就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了 继续第二个阶段是从2035到21世纪中叶 也就是约摸2050了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 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是两个总目标 2035 基本现代化 2050现代化强国 现代化强国 这是两个总目标 那么往下里细分 还有好多小目标 例如2035 在经济方面什么目标 政治方面什么目标 文化方面什么目标 有很多小目标 我们后面的知识就是要把这些小目标一一拆开来 跟你非常详细的谈 我们书本上就做了非常详细的论述 我也基本上把书本上的话 全部都挪列到黑板上来了 下面几页都是阐述这些问题 先跟着我来 先看第一步 2020到2035 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是大目标 对不对 往下走 就是2035 经济方面 后面政治方面 后面文化方面 一一一往下走 这些小目标就不得了了 好多好多 好乱好乱 说法这个乱七八糟 一大堆 不要怕 先跟着我画线 我们把线画完了之后 最后回过头来 我来教你记 看清楚啊 先看经济方面 我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将大幅度跃升 继生创新型国家前列 好第一个考点出现了 前列 请注意 不是行列 而是前列 什么时候就进入行列呢 我国2020就已经是创新型国家前列了 而2035是创新型国家前列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这是第一个考点 这就出现了 继续 我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 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经济发展实现数量和规模扩张 向质量和效益提升的 来了 第二个考点来了 根本转变 到了2035 我们将由数量规模扩张 向质量效益提升的 根本转变 继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全面开放新格局 加快构建 经济活力明显增强 基本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备 城市品质明显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高 越居创新型国家前列 好这不重复了 同学们经济大概就是这个考点 考点都给你圈出来了 什么前列 创新型国家前列 什么根本转变 经济发展由数量规模扩张 向质量效益提升 根本转变 那么什么基本建成 现代化经济体系 基本建成 注意有基本两个字 就千万别漏了 因为2035跟2050的重大区别 就在于有没有基本 35的目标现代化 50的目标还是现代化 差就差在基本两个字 基本两个字非常关键 往下走 在政治建设方面 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力 得到充分保障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来了 基本建成 各方面制度完善 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 现代化 基本实现 看清楚 继续 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一法治国 达到高度统一 人民更加充分发展 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发展 人大和政协制度更完善 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 民主决策 民主监督 民主管理 得到有效落实 人权得到充分保障 人民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进一步发挥 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大大增强 人民满意 新政府 圈到基本建成 依法治国 得到全面落实 科学 立法 严格 执法 公正 司法 和全民守法的局面 基本实现 看清楚 看清楚 我圈你就圈 我不圈你就跟着 我跳就可以了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往下走 文化方面 社会文明程度 达到新的高度 国家文化软实力 显著增强 中华文明影响力 更加深入 中国梦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深入人心 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 广泛弘扬 全体人民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 文化宁许率不断提高 重视社会公德 职业 道德 家庭 美德 个人品德 的社会风向 基本养成 人民思想 道德数字 科学文化数字 健康数字 明显提高 公共服务体系 现代文化 产业体系 市场体系 来了 基本建成 中外文化交流 更加广泛 中华民族走出去 达到新水平 继续 民生和社会方面 人民生活水平 更宽裕 中等收入群体化比例明显提高 城乡区发展差距 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显著缩小 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 基本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迈出坚实的步伐 实现幼有所欲 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依 劳有所养 住有所居 落有所福的美好愿景 实现更提高质量 和充分就业 我国 好 来了 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2035 在2035 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 那个叫前列 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 那个叫行列 请注意这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对比 继续往下走 人口预期寿命和国民受教育程度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现代治理结构 格局 基本形成 社会充满活力 有和谐有序 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 居民良性自治互动 公平正义充分彰显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 更加充实 保障 可持续 继续往下 生态方面 生态环境 来了 根本好转 看清楚 什么时候是基本 什么时候是根本 看清楚 美丽中国目标 基本实现 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基本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更加健全 绿色发展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基本形成 能源 水等资源 利用率达到先进水平 大气水 土壤等环境状况 明显改善 生态环境屏障 基本建立 生产空间 安全高效 生活空间 舒适宜居 生态空间 三清水币 国土开发格局 形成 自然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 明显改善 我国在应对气候 促进绿色发展的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差不多讲完了 等于是 第一个大目标 2020到2035 总的来讲 叫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 拆开了讲 就是刚刚 午夜 我的PPT午夜 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 拆开了讲了好多细节 这些细节 都是重要的选择提考点 有同学就崩溃了 哇 老师刚刚看你 念那个 我一口气都喘不过来 这么多东西 这哪记得住啊 我教你记 我们虽然画了这么多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90%都有基本两个字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 我就不用记了 我记它干嘛呢 我只要记 2035的时候 如果这道题目 问的是2035 它说什么什么什么 基本实现 我选了 什么什么什么 基本实现 我选了 我管它什么 听懂我意思没有 无论是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 社会生态 反正总之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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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基本实现 我就选它 只要是2035就基本 那唯一需要你记的是 虽然大部分是基本 但还是有几个是没有基本的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也就言下之意就是说 对于2035的小目标 那个基本的咱就不记了 我们光挑那几个没有基本的来记 把它记扎实了 那其他的 我们统统统一 把它记为基本 就行了吗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好 我现在带你回顾一下 哪几个是没有基本的 我们又重新 从头回顾一下 没有基本的 有以下这么几点 需要你值得注意 首先第一 创新型国家前列 这个没有基本 这不是说基本进入 创新型国家前列 就是进入了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寄生创新型国家前列 就是进入了 这是第一个要单独记一下的 第二个单独记的 根本转变 这个单独记一下 我国从数量 规模扩张 像质量效益提升 根本转变 这个单独记好它 这个不是基本 是根本 往下走 还有没有什么 不是基本的呀 你看政治没有 文化没有 对不对 到了社会 民生社会 就有一个第三条来了 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个单独记一下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这个不是基本进入 高收入国家行列 就是进入了 就是彻底进入了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好 这是关于民生社会的最后 关于生态文明的 生态文明的 第四点来了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这是没有基本的 这直接就是根本 这个 这个 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 好 差不多就是这一些 你看到没有 差不多就是这些 也就是说 我们把那几个 没有基本的词语 我们把它单独列出来 记一下 一二三四 四点嘛 对不对 创新型国家前列 高收入国家行列 生态从 经济从规模扩张 向质量提高 根本转变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OK 我记住了这几个了 那剩下的 统统都是基本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这不就背完了吗 同学们 2035的目标 我们就背完了 继续往下走 第二 2035到2050 我说2050 我是大概说的 这21世纪中叶 是更规范的说法 总目标叫 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虽然还没有开始 往下划线 但让我来猜一猜 我猜 2050的小目标当中 应该大部分没有基本 都是建成 我们来看是不是这样 好 我们来走 我国将拥有高度的 物质文明 社会生产力水平 大幅提升 核心竞争力 明裂世界前茅 经济总量市场规模 超过其他国家 建成 富强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第二 我国拥有高度的 政治文明 形成又集中又民主 又纪律又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疏伤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这叫六右政治局面 我们曾经学过的 毛泽东 在1957年夏季的 刑事那篇文章当中 就提出了 现在习近平 再次引用 往下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有机结合 建成 民主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第三 我国将拥有高度的 精神文明 建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 国民素质显著提高 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 成为中国发展的 重要影响力和推动力 建成 文明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第四 我国将拥有高度的 社会文明 城乡居民将普遍 拥有较高的收入 富裕的生活 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 享有更加幸福 安康的生活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基本实现 看到了没有 言下之意就是说 2050的目标当中 大部分是没有基本的 都是建成建成建成 但却有那么一点点 是有基本的 言下之意就是说 我们在计2050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单独把那种 有基本的拎出来记下 这不就搞定了吗 能不能听明白个例子 什么是有基本的 就这条 人民共同富裕 基本实现 到2050也才基本实现 往下走 公平正义普遍彰显 社会充满活力 而有规范有序 建成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第五 我国拥有高度的生态文明 天兰地律水清 的优美生态环境 成为普遍常态 开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新境界 建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同学们 总结一下 简单吗 就是说 2035 大部分都是有基本的 我们就不管它了 只要看到基本 我就选 唯独有四个是例外的 挑出来单计 2050 大部分都是没有基本的 都是建成建成建成 只有一个是有基本的 我们挑出来单计 这不就全部集完了吗 听懂了我的意思没有 所以学习的时候 要学会找规律 好 同学们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堂课的内容 差不多就基本上 全部结束了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考题 我说了 由于习近平的新思想 这个板块 到目前为止 因为太新了 有很多东西都是 今年上半年 十九九二中三中全会 才提出来的 太新了 还没有来得及有考题 所以我们学这个部分 我们主要是把知识 给大家先详细细致的 从头到尾履义店 那么这部分的题目 我们就只有 采取习题的形式去学习了 因为它真的没有真题 到后面讲习题的时候 我们还会讲到它 行了 同学们 那么这堂课 我们大体上就讲完了 讲了中国梦 讲了两步走 新两步走 两步规划的大目标 小目标 讲得很细 那么下一堂课 我们将进一步学习 五位议题的总体布局 我们下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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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